孩子生命不煩惱 关注孩子健康 守望儿童未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令您的康宁药剂师 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的孩子生病不烦恼 本期节目是由Caring Pharmacy 独家冠名播出 那说起儿童的疾病呢 对我来说肚子痛 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了 那今天我们有请Dr. Chin 一位非常著名的儿科专家 来为我们解答一些常见的迷思 欢迎Dr. Chin 嗨大家好 那Dr. Chin本身其实是一位 非常有名的儿科医生 除了是星座日报 医视力版的儿科顾问 他还设立了两间诊所 对我有两间诊所 第一间呢就是我本身 在这个吉隆坡家东区 设立的叫Dr. Chin 儿科诊所 在2001年成立的 第二间呢就在 Center Point Bantau Tama 在2013成立的 叫做ABC Children's Specialist Clinic 那Dr. Chin对你来说 肚子痛其实是不是一个 非常常见的问题 是不是非常多父母 会到您的门诊询问呢 对有两派的这个病患者 第一派的就是急性的肚子痛 比方说肠胃炎呢 你都知道了 藕啊蟹啊 甚至有便秘 OK 另一派呢就是所谓的痛三个月 父母就很着急来看我为什么肚子痛 这个也是很常见 那其实关于肚子痛 大家都会有非常多的迷思 那我们今天就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最常见的一个迷思就是 父母就会问孩子肚子痛 是不是因为肚子里面有虫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虫了 因为围虫就寄生在我们人的肚子里面 但是围虫什么叫寄生虫 就寄生在那宿主乖乖的偷吃我们肠里面的营养 如果他弄到我们宿主肚子痛 他是至少死路 然后宿主就会吃那个寄生虫药嘛 换句话说了 肚子痛未必有寄生虫 但是呢小孩子呢 每半年我都会鼓励孩子呢 吃一次寄生虫药 那有的时候如果孩子肚子里面是有虫的话 也很可能是没有症状的对吧 对 那既然不是寄生虫 Dr. Chin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胃痛而导致的肚子疼呢 这样胃痛很多父母也会说 胃痛胃痛 因为其实胃痛的是大人病 小孩子很少所谓的那个胃病 好像patic ulcer 很少见 那我小时候其实父母就会说 如果你不定时吃饭的话 你就会有胃痛 这个其实是正确的吗 如果是正确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有族同胞 每次patic ulcer 在这个时候他每天就是胃病嘛 其实呢胃痛呢和这个所谓的 戒食啊 吃东西啊 它只是one of the factor 未必是真正的原因 对 其实你看我们的马来同胞 即使他patic ulcer一整个月 他也不见得会因此引起胃痛 那么问题就来了 Dr. Chin 那小朋友既然不是因为有虫 不是因为吃饭不定时 也不是因为胃痛的话 那他肚子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这边要呼吁父母呢 往往呢肚子痛可以分两方面的 一个是生理 一个是心理的 先讲生理病先咯 比方说你孩子肚子痛 比方说好几个月了 如果他有便秘 有肠胃炎 比方说藕和泻 那种急性的 Ok 第三尿道炎 有没有尿道炎的症状 第四或者是有吃某某的食物 他有敏感 如果这些都不是生理病呢 我们就要不要父母不要忽略的 所谓的心理病了 这样心理病我会呼吁父母去找手 看一下有什么心理病 比方说不想去学校恐惧 礼拜没有痛的 晚上睡觉没有痛的 或者是新的环境改变 搬家 新的学校 第三就是生了第二个宝宝 孩子你这个孩子需要爱 需要关怀 他有妒忌 所以生理病之外 不要忽略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 那Dr.Chin刚刚说到 会分为生理病 或者是心理病 两方面的问题 那如果是心理病的话 很多父母就开始 就觉得很迷茫 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心理病 我觉得父母就是孩子 陪伴孩子 最佳心理学家 Ok 父母应该察觉 你孩子如果是那种 比较高敏感的孩子 Ok 他们会感受深 反应大 一点点就会complain 他们sensitive 所以父母我觉得呢 你要给这个孩子多一点关怀 多一点爱 有时候呼吁父母 如果你生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 你要拉住你大孩子的手 两母女或者两母子去谈心 给他一点关怀 extra的爱 这样我觉得这样呢 慢慢他就会忘记那个肚子痛 来表达他需要爱的感觉 好 谢谢Dr.Chin Dr.Chin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肚子痛的一些迷思 和如果孩子们如果肚子痛 可能是关于什么样的问题 心理病 生理病 如何解决等等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呼吁大家 如果您有更多关于儿童疾病方面的问题 欢迎参考这本Dr.Chin的孩子生病不烦恼 这本书籍 您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那Dr.Chin能不能够暂时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为什么家长必备这一本读物呢 为什么要这本书 当然我觉得这本书尤其给新生父母很重要 因为当他面对那些突发性的事件发生 比方说孩子突然间发烧 藕 蟹 或者那些心病的问题 他们at least知道有异备了 不会感到很迷惑 很无助 然后呢又听信很多网络的媒体 或者是其他长辈的不同的意见 造成往往孩子变成百老鼠 爸爸妈妈就用不同方式去对待他 到最后呢受害者是孩子 所以我觉得父母有这本书呢 不会说感到很无助 在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呢 我觉得父母应该有这本书 来给他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家庭 然后呢可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谢谢Dr.Chin 那大家记得多多关注这本《孩子生病不烦恼》 也要注意我们接下来的几期节目 会说到很多关于儿童疾病的迷思 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谢谢Dr.Chin 谢谢Karen Pharmacy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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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